欢迎收看本期的好奇观影 在中国来说,宗教信仰是比较常见的 大多数人都比较信佛教 毕竟,佛教发展在我国有很深的渊源 现在很多的人信佛教 所以也会去一些有名的景区去祭拜和游览 对于人们来说,佛祖是很神圣的 而且,佛的睁眼闭眼更是预示着急凶祸福 最近有消息称,乐山大佛又一次闭眼流泪了 乐山大佛又被称作灵云大佛 是一座弥罗佛造像的大佛,高达71米 是古代为了祈福而建造的 也正巧,每次乐山大佛睁眼闭眼都会有灾难发生 难道是真的吗? 而专家研究,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受到了环境的污染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,可以